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对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因此历代统治者和封建文人对孔子非常崇敬 在这里建起了大型的孔府 孔庙 孔林 简称三孔 孔庙位于屈腹城的中央 据史料记载 在孔子辞世的第二年 鲁埃公将孔子旧居改建为祭祀孔子的庙宇 后经历代重阔修建 在明代形成了现有规模 孔庙前后共久近院落 是我国规模仅次于故宫的古建筑群 孔庙内有孔子讲学的信坛 还存有历代碑刻 被人们视为书法 绘画和雕刻艺术的宝库 孔府位于孔庙东侧 为孔子嫡系长子长孙的官署和私底 现在的孔府基本上是明清两代的建筑 包括厅堂 楼宣等480余间 共久近院落 前为官崖 后为内宅 是一座典型的中国贵族门户之家 有号称天下第一人家的说法 府内存有著名的档案和大量文物 孔林位于区富城北部 为孔子及其后裔的墓地 占地三千余亩 它是我国规模最大 持续年代最长 保存最完整的家族墓地和人工园林 孔子族于主埃公十六年 公元前479年四月遗筹 其后代将他葬在这里 从此以后 孔家后代从种而葬 两千多年从未间断 林内墓种累累 多达十万余作 林内现有树木十万余株 飞克四千余块 著名文学家桃花扇的作者孔上任的墓葬也在此 林内名正面 均衡白格 林内墓葬 人在全港墓葬 倾施 林内墓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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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 林内墓葬